能生樂的類別 和樂是什麼是 能生苦的類別 類別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們的區分是什麼是 大致上或者從這個角度 來是像這樣子 可是有一種特例是什麼 是沒有生出的 是什麼 第二剎那生起 稱心 把那個善業 第一剎那生起的善業 完全都毀滅了 這個來講的話 那第一剎那那個善業 還是能生樂的類別 可是它不是什麼 它沒有辦法能生樂 第二剎那就已經被壞滅了 一樣第一剎那起那個惡心 第二剎那馬上起 生起勢力懺悔的樣子的話 對於說什麼 對於那個 第一剎那的惡業來講的話 是不是它是什麼 它是能生苦的類別 但它不會有說什麼 它沒有辦法能生苦了 那 這個來推類是什麼呢 我們說它是 與離開或者脫離 欲界的欲望為極致的 柱類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這個具有出禪定陣型的人來講 出禪定的陣型是以這個角度而立出來 可是說什麼呢 你說它一定 只有 只有 斷離或者 只有分離 欲界的欲望嗎 那就又不一定了 因為我說什麼 有可能已經獲得了三禪定 獲得了四禪定的這個人來講的話 它心緒當中還是可以有出禪定陣型 和它有的這個出禪定的陣型是什麼呢 它是什麼 它是 離開 欲界的欲望的 離開欲界的欲望柱類的 類別 但它不是什麼呢 它不是 離開 欲界的欲望的 極致而已 因為極致是 只有 唯有 或者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 這個已經獲得四禪定的這個人來講的話 他是不是已經早就已經把 出禪定 二禪定 三禪定的出分的煩惱都已經 壓制了或者脫離了嘛 是不是 所以它是 它的心緒的這個 出禪定的陣型是什麼 是 離開 欲界的 欲望的 極致柱類 但不是什麼 就不是極致而已嘛 不是只有或者唯有 從這個來講的 我記得我們上個禮拜 應該是講到 這個地方嗎 那後面他說什麼呢 他說 那 那 為出禪的陣型等致的能案例 這個能案例是什麼 就是它的定義 它的定義 那 此分有兩種 那出禪定 唯有 大家以後 要知道 所有的陣型 那我們在這邊的陣型 是不是說什麼 大家也要再回去記住說什麼 以 禁分來講的話呢 是不是 禁分 只有 什麼 只有出修業者 或者只有那個無所不能的 可以 只有出禪定的喔對不對 只有出禪定的禁分 和在出禪定的禁分裡面的當中是什麼 是出修業者的這個無所不能呢 它才可以變成什麼 走向無肉的路線嗎 可是什麼呢 在於陣型當中 就不一樣了 陣型的話不管是 初禪天 二禪天 三禪天 四禪天 這些陣型 都可以走向 有肉的也好 也可以走向什麼 無肉的也好 兩個都 都可以走 就是陣型 沒有那個來講 沒有只有出禪定的陣型 可以變成無肉 沒有這個限制 是 都可以的 但是 出禪定的陣型 有一個分類是什麼 是 其餘的 沒有這個分類 就是 初禪定的陣型 它有一個分類 在二禪天的陣型 三禪天的陣型 四禪天的陣型 都沒有這樣子的一個區分 和這邊它等一下準備要介紹 什麼 它是說 那 此分有二種 即初禪定陣型 等至 但住者 與聖境者 或者說什麼呢 那我們一般來講 我常常 我舉的 我不會說什麼彈珠 或者說 我們來講 我說有一個就是所謂的 普通的 初禪定陣型 跟一個 書聖的初禪定陣型 這個我們要了解 為什麼它有 有 初禪定的陣型裡面的當中 會有分齊一個普通 跟一個書聖 或者一個特殊來講的話 是什麼呢 唯有 唯有 唯有在初禪天的時候 初禪天的 它的對峙的之分 是不是有兩者 我們上次 大家還記得我們說 初禪天的陣型有分 五個之分 是不是它有一個 對峙的之分有分兩個 功德利益的之分有兩個 安住的之分有一個嗎 對峙的之分兩個 兩個字分是所謂的 師跟茶 我們是不是師 對不起 師跟循 循跟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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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子 循跟師 二者會 因為講到師常 循跟師 和在功德 功德利益這個之分 我們分兩個字分 就是喜跟樂 和在安住的之分 是不是分出什麼 就是定 這五個 為初禪定的五個之分 和這個時候 為什麼初禪定的之分 會分出一個普通 一個 一個殊勝的時候 是什麼呢 在初禪定的之分 它就說什麼呢 唯有初禪定 為什麼它可以對說 對某一些的之分 離開貪欲 但還沒有對完全的 離開貪欲 就是 他唯有初禪定的時候 因為它的之分當中 有這個 師 循跟師的話 首先是什麼呢 首先是與 循的這個之分的 貪拙 或者這種來講 先離開 才會跟師的 這個之分的 貪拙 離開了 所以 在於什麼是 完全 完全說什麼呢 只有說什麼呢 只有跟 某一些的 之分的 眷戀 離開 跟完全的 離開的時候 這個 分出什麼呢 它會分出 蘇聖跟普通的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大家的詞就會知道 他說什麼 他說 那 那 是出禪定 正行的等至 為義樂受地的柱類 是前者的能安利 那 是為比 為捨受之地的柱類 為後者的能安利 那 第二禪以上 不區分 淡住者與盛禁者 因為比以上 不離置地的貪欲 且與部分置地之分 亦無利 離置貪欲的緣故 那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什麼來講的話呢 那 我們 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會分出 兩個 一個是什麼呢 一個分出什麼是 它的 我們剛剛講的 普通 跟一個 蘇聖的 在普通的這個 之分的時候呢 什麼 它這邊來取的這個名字 是什麼呢 它取的這個名字 是什麼意思說 它 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在於普通的時候 是什麼 它還沒有對於之分 有離開任何的這個貪欲 所以呢 它這個時候的那個獸啊 這個時候的 的 禪定的獸是什麼呢 是 勒獸 是勒獸 是不是我們剛剛獲得禪定陣型的時候呢 它都會有一個 先有一個勒獸 而 在於說什麼 蘇聖的 這個地方是什麼呢 它是代表說 它與 某一些之分 離開了貪欲 但還沒有完全的離開貪欲 你看 我先舉一個例子來講 大家可能 用沒舉例子來講 什麼 在獲得 出禪定的陣型的 應該說 剛獲得普通的 出禪定的陣型的這個時候呢 它對於什麼 它對於 出禪定的所有 所有 所屬於 出禪定的煩惱 都還沒有 還沒有對峙 這個時候 沒有對峙到任何的 出禪定的煩惱的這個 這個時候的陣型 我們叫什麼呢 這叫做 普通的 出禪定的陣型 它那時候的 都還是在於 樂壽當中 就是還在於 享樂 還在那個樂壽 在於 蘇聖的 出禪定的陣型的時候呢 蘇聖的出禪定的陣型 是什麼意思 它已經是要在 開始要追求 要追求 上面的之分了 它已經要朝 二禪定的而去 邁向了 所以在這個時候 它不能什麼 它不能再眷戀在於 樂壽當中 是不是 它這個 這個壽要改變什麼呢 它變成要是什麼 它要用捨壽 平等嘛 這個捨 這個捨不是捨棄什麼 而是說 不樂 不苦 那個平等的這個捨壽 這個時候 為什麼它叫蘇聖呢 因為它已經離開了 部分的 出禪天的煩惱 可是還沒有完全的離開 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們說 出禪定的之分當中 那個巡跟師是有出細分的 巡跟師是有出細分的 而對於 許營的 這個貪桌 是先離開 才會再離開 對於師的這個貪桌 所以在於什麼 在於 蘇聖的 出禪定的正行的時候呢 它是對於說什麼 它是對於 出禪定的 之分的 對於出禪定的之分裡的這個 許營的這個貪桌呢 已經離開了 可是 還沒有對於什麼 沒有對於 出禪定的正行這邊的 師的這個之分的這個貪桌 還沒有離開 還沒有壓制的緣故 所以它還沒有獲得 二禪定的正行 在於二禪天 三禪天 四禪天以上的話呢 它沒有這種 這種來講說 我還可以離開一部分的貪桌 對於之分的 一部分的貪桌捨棄 可是沒有完全離開 它沒有這樣子 它不肯 沒有這樣子 它是一次就是 如果對於 某一個之分的貪桌壓制的話 它是對於所有的 之分的貪桌都要壓制 唯有 唯有是什麼 唯有在於出禪定的 正行當中 它為什麼會分出一個 普通 跟會分出一個 蘇聖的是什麼 是 它在於 還沒有對任何 出禪定的之分 的貪桌 還沒有 完全沒有壓制 或者完全沒有 脫離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的正行 我們叫做什麼 我們叫做 普通的 出禪定的正行 它那個時候的 普通的出禪定的正行 所屬於的 它周遭 因為正行 是不是每一個星 都會有一個獸嗎 一定有一個獸的 那時候所屬的獸是什麼 都是所屬於 都是所謂 樂 都屬於是樂的 那 在於 蘇聖的 出禪定的正行的時候呢 它是什麼呢 它是已經 離開了 對於 部分 或者對於 某一些之分的貪桌 但還沒有什麼 但還沒有完全離開 為什麼 如果完全的離開 它就已經獲得 二禪定的正行 了嗎 它還在於 出禪定的 正行的 緣故 所以說什麼呢 因為它在 出禪定的 出聖的正行的緣故 所以什麼 它是 離開了 部分的 之分 這個時候也是什麼呢 它從 出禪定的正行 你是不是要邁向了 也是什麼 隨心要轉到說是 二禪定的 禁分了嗎 所以我們講說 這個 特殊的是什麼呢 它就是已經在 追求了 我們 大家還記得以前 我們說 就像以前說什麼 我們是不是有分 普通的預留果 跟蘇聖的預留果 普通的依來果 蘇聖的依來果 什麼 普通的預留果 普通的 依來果是什麼 它是不是就是 安住在於 果位上嗎 它還沒有在追求 上面的 而什麼呢 我們上次說什麼 是 蘇聖的預留果 等於是什麼呢 是不是要所謂 等於是什麼 是 假使是 我們說是 順著果位來講的話 如果等於說什麼 蘇聖的預留果 是不是就等於是說什麼 是 進駐的一來果 是不是 我們所謂的進駐 我是不是進駐 我忘記那個詞彙 是 一來像 對不起 應該這些 我常常說應該是 一來